中国银行3988HK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成立于1912年总部位于北京 中行的业务涵盖个人金融 公司金融、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信用卡、外汇、电子银行等多个领域 以下是中行的主要业务 个人金融业务 中行提供储蓄存款、贷款、信用卡、保险、投资理财等一系列个人金融服务 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金融需求 公司金融业务 中行提供企业融资、投资、资金清算、国际贸易融资等多种企业金融服务 以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投资银行业务 中行拥有强大的投资银行业务团队 能够为客户提供IPO 股票发行、企业兼并资产证券化 债券发行等一系列投资银行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中行拥有丰富的资产管理经验和专业团队 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资产管理产品 包括财富管理、基金、证券投资等 信用卡业务 中行提供多种信用卡产品 包括普通信用卡、商务信用卡、专属信用卡等 并提供相应的优惠和福利 外汇业务 中行拥有庞大的外汇业务网络和专业团队 能够为客户提供外汇交易、外汇调期、外汇远期等多种外汇业务 电子银行业务 中行开展了多种电子银行业务 包括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行等 能够为客户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 综上所述 中行拥有多元化的业务板块 并在不断创新和拓展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 并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中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和口碑 此外 中行还积极参与社会责任活动 包括环境保护、慈善工艺等方面 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 成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中行是一家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的银行 评级多元化的业务板块 专业化的服务和不断创新拓展 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 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优点 市场地位 中国银行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 拥有庞大的市场份额和广泛的客户群体 市场地位稳固 经验丰富 中国银行拥有百年历史 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具有稳健的风险管理能力和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水准 多元化业务 中国银行业务板块覆盖多个领域 包括个人金融 公司金融 投资银行 资产管理 信用卡 外汇等 具有良好的收益多元化和风险分散的特点 缺点 政策风险 中国银行作为一家国有银行 其经营活动受到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 政策变化可能对其业务和获利产生负面影响 低效率 中国银行的营运效率相对较低 管理体系较为繁复 决策速度较慢 进一步降低了其市场竞争力 机遇 政策支持 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金融业的开放和支持力度 为中国银行等国有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数字化转型 中国银行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 进一步提高了其业务效率和客户体验 进一步拓展了其业务范围 未来展望 中国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首先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不断加强 中国银行有望在国际市场上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 其次 中国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未来可以进一步提升业务效率和客户体验 加强与客户的关系 此外 中国银行还可以通过多元化业务板块的拓展 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金融需求 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总结 总体而言 中国银行作为一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银行 拥有稳健的风险管理能力 多元化的业务板块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虽然在营运效率和决策速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随着政府对金融业的开放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 中国银行未来的发展前景仍然广阔 重要声明 所有内容 包括本教学视频 绝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特定推荐意见 即或不构成任何游说或邀约 以购买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交易任何证券 期货 期权或其他金融工具或其他产品 内容一并非就任何个别投资者的特定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及个别需要而编制 投资者不应指内容进行投资 本网站包含的所有内容、资讯 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投资目标 财务状况以及可能使用或接收该内容的特定人员的特定需求 在做出任何投资决定前 投资者应考虑各种金融产品的个别特点 个人的投资目标可承受的风险程度及其他因素 并适当地寻求独立的财务及专业意见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别忘记帮我的影片按赞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快订阅吧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like和share一个哦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一个小小赞好 给了我一个大大的鼓励 谢谢 下次见